聚俊夜日前回到韓國 在好友劉黛琦的節目中 獨家公開了好幾張與大S的合照 除了有兩人私下扮鬼臉俏皮的樣子 另外還有在台灣登記結婚當天 溫馨的家宴照片 聚俊夜穿上正式的西裝 而大S則是穿著粉色的禮服 頭上披了白紗 聚俊夜不忘搂著老婆 展示著簡單卻很耀眼的幸福 不過在微博上卻有網友發問 大S離開王小菲後 生活水平下降了嗎 並找出大S身上穿的結婚禮服 價格大約8000多人民幣 鞋子大約是5000出頭 文中還提到 網傳聚俊夜之前一直都是在打零工 自從跟大S結婚之後 才有了持續性工作 以她目前的經濟能力 能給大S買這麼貴的衣服 已經相當奢侈了 內容滿滿的酸味 另外也有人拿大S之前 跟汪小菲結婚的盛況出來比 當年兩人豪雜千萬 舉辦了海島盛大婚禮 邀請了許多演藝圈好友一起來 不過現場卻亂七八糟 賓客紛紛失控 因為風太大 大S的禮服還被吹飛 打到汪小菲的臉 被戲稱是當年最鬧的喜劇 事實上大S就曾經在節目中透露 其實自己一點都不想辦那種婚禮 完全是為了滿足汪小菲的願望 那我呢是想要只有就是 十個朋友吃個飯也不要穿禮服 也不用化妝 也不用穿高跟鞋 這樣就可以結婚 然後我老公也是想要那個 海邊的夢幻婚禮 我跟他說 可是我不想要曬太陽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們一輩子結一次婚 難道你不能完成我的夢想嗎 然後我就開始每天祈禱 希望他下雨 這個片段被翻出後 許多網友也表示 大S一直夢想的婚禮 最後是聚君也給他了 沒有奢華又盛大的儀式 只和最愛的人牽著手 有最親近的家人好友陪伴 這也難怪聚君也也分享的夫妻合照中 大S可以笑得那麼開心又幸福